那你又沒有錄音 你也不知道裡面到底講了什麼 國稅局這個人打給你 講的也是說 我們問了這個銀燈 可不可以賣便當的事情 那你可以去 就可以把整件事情加水加到 整個清北台北都要淹水了 我員工說什麼大事化小 幹我屁事啊 我沒有想要跟你大事化小 我想要跟你沒事化小 啊 小事化大 能多大 我們就弄多大 我也在這裡告訴你 陳志涵 就是我更生人劉偉健啊 現在就在台面上 正式的告訴你 我現在想要 無事化小 我想要小事化大 我很簡單的告訴你 我不會停下來的 我是絕對 XXXX下來的陳志涵 要告那就告 那呼告嘛對不對 燒點錢對不對 炒點流量 炒點熱度 炒點新聞 對我來說挺香的啊 我們這邊沒有什麼提供錄音檔的 因為 其實我們也沒有講什麼 對啊 因為我也知道我們沒有講什麼 可是 因為他直接在網路上面散播 謠言說 我有 跟你要他們的機密資料 因為我知道機密資料 基本上一定要到現場 林貴還有證明才有辦法取得 課稅資料 對對對 但是他們的 他們的意思是說 你們有提供給我們 機密資料 他們那邊的說法是說 我們 我們 假冒他們公司的名義 跟你們要了他們的機密資料 而且 並且他已經 他那邊手上有 你們提供給他們的錄音檔 就是國稅局 我們 我們國稅局 不可能提供錄音檔給他們 哦 因為他 他當初是這樣子說的 而且他 他就是已經公然在 就是 可能快上萬的人面前 就是有 提到這件事情 主要 我們錯的地方 在於冒用了 是他們的助理這件事情 那再來 另外一個點就在於說 陳之翰 為什麼 會講出 我們拿了他們的稅務資料 這就是 雙方有問題的地方 所以我們那天 確實也沒有講到什麼 任何非公開的資訊 不能公開的資訊 我們不會講 那 那 那你有 你有 你有 你有跟對方講說 我有 我有 投他們公司 任何非公開資訊嗎 我 我沒有 去講這個 我 不好意思 因為 我們不會去講這個東西 我就是 我只是想問一下 你有 你有答應對方說 你要出庭 作證這件事情嗎 沒有啊 因為 因為他們 對啊 如果 如果法院有需要 會傳我們當證人 第一點 他說 不會提供任何的資料給對方 再來就是 他也不會提供任何的 稅務資料 給打來的人 因為這個東西呢 必須要去零貴 才可以拿得到嘛 那再來呢 他說 他們也沒有 說 答應 館長說要出庭作證 那那麼 也就是說 陳之翰 在這件事情上面 加水的程度 都 給是淹水了 OK 所以我就覺得 那就 很好笑了 你又沒有錄音 你也不知道裡面 到底講了什麼 國稅局這個人 打給你 講的 也是說 我們問了這個 銀燈 可不可以賣便當的事情 那你可以去 就可以把整件事情 加水加到 整個 新北台北都要淹水了 我員工說什麼 大事化小 幹什麼屁事啊 我沒有想要跟你 大事化小 我想要跟你 沒事化小 啊 小事化大 能多大 我們就弄多大 5 雲 快點 快點